《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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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程度是從我個人的歷史或者家裡的歷史 爸爸的故事開始做了一個 慢慢推展到一個叫做大的歷史 關於他的偷渡 關於整個香港人的歷史 我覺得是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家庭中經歷 某程度上是反映整個香港很多家庭的一種經歷 新中國成立 去到改革開放 差不多六成至七成的華人 都是在那段時間偷渡下來香港 而後代就是我這一代 也都是在慢慢落地生根 這也是在觸碰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偷渡者的後代 他是屬於中國人 香港人 還是英國人 這些問題是幾... 永遠都沒有答案的 但是我覺得是對於在我這一代 或者我在下一代 其實不斷在那裡 應該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因為考慮了那時候偷渡的歷史 也都發現了原來 除了我爸爸偷渡下來的地方之外 原來香港以北的整海岸線 很多地方都曾經發生 偷渡這件事 其實幾有趣的是 我爸爸跟我說 以前偷渡來到香港 看到有光的地方 就在香港來的了 在深圳邊 但是現在反過來 在香港邊境看到有光的地方 就在深圳來的了 這件事是社會開放的一種反轉之外 也是一種意識的反轉 大家的情況完全不同了 大家的城市的開放也都不同了 這輯相其實是說 我自己跟以前那種 雙方那種反轉 很多東西的反轉 身份的反轉 社會開放的反轉 經濟上面的反轉 政治上面的反轉 其實就是在這條邊界那裡看到的 完全都是在這條邊界上面看到的 也都引證了 在歷史角度來說 那條邊界如果不存在的話 其實香港這個字是不存在的 香港這個字除了是代表一個地方之外 還是代表一種價值 或者代表一種身份 那這些東西是 如果那條邊界不存在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的東西都不存在的